这几年我们快递下乡以后 春春通游以后 你看看 我们城里面的人 对吧 你都能及时采购到 村里面新鲜的水果 而且通过我们打通这个渠道 我们一样农村的 现在农业现代化 也有一条出路 大家你可以在脑子里面 你可以看看 你们买什么东西 你脑里面肯定的有一个水果的一个地图 对不对 哪个地方东西好 你再往上一打开 你就心动 对吧 你现在这个季节吃什么 大闸蟹肯定就江苏的 对吗 小龙虾肯定就是湖北的 对吗 你要吃百香果吗 肯定就是广西的 你现在马上了 陕西延安那个苹果又来了 那也是世界最好的苹果 过去你看 要听过这个渠道 是多少个 批发 现在你往上买就行了 它基本上实现了 从枝头 树上的枝头 到舌头的这个沟通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就像人参与了 绝心 我去看 我去看